很多的植物呢,具有這些刺 那這些刺的功能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我們知道仙人掌的刺上面有講過 它除了可以減少水分的善失,還有什麼? 還可以具有保護的作用 因為我們地海拔地方 因為我們過去,因為人的開發 讓這邊的生態受到破壞 當我們人沒有進來的時候 這裡的森林會有很多的什麼? 會有很多草食獸吃草的 那如果說這些草食獸在冬天沒有食物可以吃的時候 他們就會來吃這些食物 那這些食物如果吃了太多的話 會把這些食物吃到什麼?啃到死掉對不對? 所以呢,這些食物呢 它就慢慢的在演化的過程裡面 就發展了一些具有防禦的機制 就好像具有刺 具有刺的這些植物呢 它的存活率就比較高 所以呢,慢慢的我們在地海拔所看到的很多的植物 它其實都具有刺 那這些植物的刺呢 它主要是跟這些會吃草的草食獸的動物 是一起演化的 因為他們為了怕草食獸 把他們全部都吃到死掉了 所以他才慢慢在演化的過程當中 做了這些刺來保護自己 來增加自己的存活率 這個叫做雙面刺 我們繼續往前走 他要往前走 來,往前走 他要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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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又來又來又來 這裡只要一隻豬,你看 鄉隔了 鄉隔了